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摆脱出九合一败选的阴影 还没有走出阴影 所以他们现在因为面临到自己的选举 所以想急于抓一个服务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顺利 我是觉得当然讲到这个 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些问题 让国民党能够在选举当中能够胜选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同志了解 九合一的败选 他有很多的因素 可是选民是很聪明的 他不满意于国民党 并不代表他信任民进党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彻底的检讨 找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到底民众不满意我们在什么地方 真正找出来 我刚才一再强调 重拾民众对我们的信心 一再强调他讨厌你 不是他就喜欢另外一个人 但是来得及吗 从上次选完到下一次选之间 这一段时间要用什么样的作为 去让讨厌你的人如何不讨厌你 当然来得及 我们觉得说没有不能打仗的兵 只有不会打仗的将 所以今天这个将就很重要了 你这个将能够出来 带领大家 话一定要说得很清楚 方向一定要抓得很准 那时候带回大家的信心 你在这次的大选当中 纵然像你所说的很不幸 2016年这个大选总统的位置输了 这元气 实力元气是保留住了 国会是过半的 你把那个气势带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就不算输 当然如果说这个气势带得很好 这个将能够打仗 兵将士也大家一起用命 共同打这场胜仗 我觉得也没有输的可能 你刚才说立委席次要过半的话 在国会里面过半的话 就不算输 但是我们如何让他过半呢 因为目前看起来 有很多人都还在猜测 九和一大选上一次 国民党那个挫败 到底那个钟摆已经摆到底了没有 你怎么看 我觉得靠钟摆 就很没有出息这个想法 我要等到上次那个书 是这个书了 这是钟摆一定会摆到这边 我会赢了 所以我透明摆回来 那我在家睡觉好了 这不是这样讲法 不是你要靠钟摆 摆来摆去是赢的 是要靠我们自己 拿出什么东西来赢 拿出什么一些想法 做法来唤起老百姓 来让老百姓对我有信任感 认为我能我行我可以做到 这样子才可以 你不能老靠钟摆效应 可是你刚才提到说 要有一个将 要有好的将 会带兵打仗的将 而且要打赢的这些将来带头 这战术战略怎么运用呢 你怎么想 所以就要很灵活了 我们可以直接 我们想想说你的对手是谁 你有很多的政策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国民党有时候落于说 其实国民党很多地方 并没有做错 有些政策也并没有错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不得民心呢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对你很多事情明明一件好事 可是你说不清讲不明白 不善沟通 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 那当然大家就不晓得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看到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到底要不要选 还是不站出来说 所以这个就是 你刚才问到 我真的无言以对 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但是最起码我说 我敢说 我敢做 至少我站出来了 你们如果都不愿意站出来 也罢 是不是 那我们就站出来 就做了吧 就承担了吧 是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红务院长 今天到我们天桥下来谈 您的观点 我们当然也非常感谢 各位观众的收看 请记得每天要到 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上 来按赞 也发表您的看法 谢谢副院长 谢谢您 谢谢大家 也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